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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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的部分 那么可以通过我们韩国流通网里面的音变教程 来进行学习 那么今天的我们来学习这个 刚才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么这个要表示简的意思 那么它的原型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怎么样会变成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 它跟这个母音结合的时候呢 要追加一个离二 把这个去掉 我们看一下 词干墨音节是了的大部分的动词 很多很多 大部分动词呢 形容词 那么与母音连接的时候呢 这个了发音的发生了变化 那么了呢 变成了两个离二 也就是说 在它前面加了一个离二 然后再加上这个离二 就变成两个离二了 那么我们说 它是大部分的动词 那么也有些动词 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 比如说啊 规则的情况 比如说 那么 是跟随的意思 那么 加啊的时候呢 我们就怎么变呢 跟随的意思 那么这个 是顺便去的意思 那么 怎么加了的话呢 顺便去一去 这个意思 那么 它们这些呢 都是属于规则的 是不需要发生音变的 那么 规则的动词有哪一些呢 打了打 跟随 吊了打 顺便 刺了打 交付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 可是呢 大部分的动词呢 都是不规则的 我们看一下 黄色部分的内容啊 那么 比如说 第一个呢 빠르打 快 那么在加啊的时候 变成什么 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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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 表示什么呢 快快的意思啊 那么下面呢 拦了 是解 我们今天学的 脖子 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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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拦了 加啊的时候 变成 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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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那么 那边 不贵宗东子 有非常多的情况 比如说 muldvuda muldvuda 是不懂的意思 不知道啊 拦了 那么下面呢, 是什么,不一样, 那么下面呢, 跟这个一样, 那么, 把他头发痒长这个意思, 那么等等很多的动词呢, 都是这个不规则的, 一定要掌握住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单词讲的是哪一些呢? 那么第一个, 髮型的意思 那么style呢是型的意思 style 类型种类的意思 比如说你喜欢哪种类型呢 什么style 喜欢吗 那么 帅气 非常的帅 地下馆 大学院 研究生院的意思 那么 是面试的意思 那么 就是一定的 那么美容试 发廊 理发院的意思 美容试 zalge zalge 是短的意思 那么把它简短 这个短呢 其实是一个副词 那么 성격 性格 性美不大 那么通过考试的意思 那么和这个 합교カダ 是一样的意思 합교カダ 性美不大 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学一个固有词 不大的用法 那么这个不大呢 表示贴 负的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クリミ 벽에 붙다 那么 这个话呢 贴在了墙上 那么这个 是墙的意思 贴在了墙上 那么这里是什么 贴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붙어 안다 붙어 안 这意思 要怎么样的 紧贴着做 靠在一起做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需要没 붙다 怎么样的 考试及格了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이자가 붙다 이자是什么意思 이자 利息的意思 那么利息呢 富有利息 表示利息 有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살이 붙다 살什么意思 살 肉啊 长肉了 那么贴着肉了 表示呢 长胖的意思 所以呢 살이 붙다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韩国的固有动词 不大的一些用法 一定要掌握住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文法 有哪一些呢 我学生的东西 我学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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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呢 表示了如果条件或者假设 用于这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后面呢 表示条件或假设 那么比如说条件 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的意思啊 逗으면 에어 个늘 켜세요 逗으면 逗으면 那么这个逗으면的原型是什么呢 扎打 那么这个扎打呢 它是要加什么 加这个呃면的对吧 因为它是有韵味的 可是呢 这个呃又是一个不规则的动词 那么它遇到母音的时候呢 要变成呜 所以怎么变呢 头呜 那么呢 呜呢是没有韵味的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加这个면 所以变成什么呢 头면 Air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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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空调 开空调 켜세요 那么下面也可以表示什么呢 假设 如果啊 如果呢 衣服贵的话呢 就别买了 不要买了 这个意思 所以呢 可以表示条件 或者假设 那么呢 非常非常常用的啊 表示假设的 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练习 用这个呃面 来完成对话 那么第一个呢 明天你去这个文化体验活动吗 我们说 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我就不去了啊 对吧 那么下雨怎么说呢 明天呢 明天不去学校 那么明天什么情况不去学校呢 如果明天我身体不好的话 那么我就不去学校了 那么例如呢 身体 不打 不打生病了 不面 学校不去学校了 我就不去学校了 那么这个就是面 的一个用法 表示假设或者条件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课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